还没从全球去美元化的惶恐中缓过进来 美国又被一个新闻炸猛了 阿根廷和中国签署共建一代 一路倡议合作规划 这标志着阿根廷已经走完所有程序 成为一代一路倡议正式成员国之一 在中国人眼里 中阿本次合作是南北发展中国家的强强联合 有利于推进人类命运共同铁的建设 但在美国看来 尤其是那些保守派主义者看来 这堪称自门罗主义以来 美国地缘政治的最大失败 原因很简单 在美西战争之后 阿根廷所处的美洲是美国历届政府 都视之为不容他人染指的禁区与后花园 西方地缘政治学太陡 唯独政策教父斯皮克曼 曾提出过一个很知名的理论 叫边缘扩张理论 即任何大国的发展需将敌国的势力范围 尽可能地远距于国门之外 越远越好 换言之 任何大国崛起的过程 就是不断驱赶本地区其他大国势力 并建立起绝对主导权的过程 1823年 在欧洲神圣同盟企图干涉美洲独立事务之际 美国第五任总统 门罗在第七次国情自文演讲中指出 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 澳洲列强不应在殖民美洲 或涉足美国与墨西哥等美洲国家 知主权相关事物 而对于欧洲各国之间的争端 或各国与其美洲殖民地之间的战事 美国保持中立 相关战事若发生于美洲 美国将视为具敌意之行为 以门罗主义问世为标志 美国正式开启了边缘扩张政策 将所有欧洲大国势力从美洲彻底赶出去 从而使其变成美国的自留地 而这一目标 美国人最终在19世纪末 通过暴力战胜西班牙 并攫取美洲地区殖民霸权获得全面成功 正所谓卧榻之策岂荣踏原酣水 从此之后 任何试图登陆美洲地区的域外大国 不论他们是以何种方式登陆 不论登陆后做什么 都会激发美国的安全预知 沦为其重点打击对象 比如当年的古巴导弹危机 美国为啥宁愿打世界大战都不让步 难道是真害怕苏联他们家门口 不属几枚战略核导弹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整个50年代 美国在靠近苏联的西欧地区 部署了大量的核武器 苏联在古巴的导弹不举与之相比 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真要打起来的话 分分钟就能被美军摧毁 说白了 苏联在靠近美国的古巴部署导弹 仅能扳回一点和平衡 无法形成和优势 因此美国反应强烈的原因不在军事端 而在地缘政治端 古巴导弹危机 政治效应大于军事效应 如果美国在这个问题上 稍微有一丝一毫的妥协 那么早就不满美国统治的美洲小国们 一定会群起效仿古巴 纷纷引入域外大国力量来对抗美国 如此一来 就会给莫斯科创造大力向美洲进军的空间 相反 美国在抱着同归于尽的决心 迫使苏联退缩后 美洲多国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站队的问题 毕竟苏联连硬钢美国的底气都没有 又如何保证将来为他们出头呢 就这样莫斯科失去了把地缘影响力 扩张至美国后院的机会 而且还是唯一的机会 对于固不自封 固守己见的美国保守主义派而言 60年后 一带一路倡议登陆阿根廷 可能会构成比古巴导弹危机 还要严重的政治影响 中国影响力出现在美国后院是一回事 更重要的是在他们看来 我们这个倡议的本质 可是斯皮克曼 边缘扩张理论 麦德金路权论 马汉海权论为一体的 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全球性地缘战略扩张计划 虽然外交部三番五次解释过 我们不会搞也看不上地缘霸权那套 但美国人还是乐此不疲地坚信 其判断没有错 这也就意味着 中阿合作对他们产生的冲击 恐怕比当年美苏对质大的多 但随之又会产生一个疑问 中国舍尽求远 去美洲搞建设 不怕重蹈曾经美国的覆辙吗 保守主义学派认为 六七十年代美国搞产业转移的时候 没有选择地理上更靠近自己的拉美 而是不辞辛劳地把技术和产业链 转移到万里之外的东亚地区 是一次极其严重的决策事物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美国今天在大国竞争中所面临的大部分困境 揭败这次事物所赐 供应链建设应该围绕可控性展开 这种可靠性取决于两种 一种是军事层面的控制权 这要求供应链所在的位置 必须处于几方暴力机器的绝对控制范围内 保守主义学派认为 距离美国本土上万公里的东亚 显然并不符合该条件 虽然美国在附近有大量的军事基地 也曾经是东亚地区军事实力最强大的国家 但此地如果出现一个军事实力超过亚太美军的国家 那么美国必然会在军事层面 失去对供应链的控制权 另一种是产业层面的控制权 本国工业深度嵌入全球化体系 并成为国际产业分工 正常运转不可或缺的核心环节 通过承接美国主导的产业转移 中国完成了工业和军力上的快速崛起 从而获得了供应链 在军事及产业层面的双重控制权 相反 倘若当初美国先以工业基础较为良好的 阿根廷和巴西维主要成接地 帮助其完成产业结构多元化升级 再由他们向整个拉美地区进行产业转移 最终形成以美国为首的 多梯度美洲新产业分工体系的话 那就不仅能依托物流衔接块的优势 完成更高效的自我循环 还可以凭借着就近的地理位置和绝对的军事力量辐射 将全球制造业中心牢牢拿捏在自己手里 所以我们在阿根廷的登陆会重蹈当年的覆辙吗 一个关键在于军事力量对供应链的控制权 在大多数时候只能起到短浅的威慑性作用 很难通过战争变现 要知道现代战争的高昂经济成本和政治成本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 限制了大国将地缘对抗行为 诉诸于战争军事手段解决 乌克兰战争 普京前后撕衬了近十年 直到被北约逼得退无可退 才不得不打的 而这一年下来大家也看见了 乌克兰战争引发的一连串效应 把国际形势彻底扰乱 前30年一心想拥抱欧洲的俄罗斯 已经到了必须要战略东转 才能维持下去的地步 这是俄罗斯要付出的政治成本 经济上 从俄罗斯全面进入战时体制 便可见一斑 美国虽然加大业大 但造武器的成本也更大 一枚战斧巡航导弹的单价120万美元 一枚精确制导炮弹的单价80万美元 一架B-2隐身战斗机的单价22亿美元 再加上人员津贴 零部件损耗 燃料补给等费用 一个不小心几万亿就出去了 美国打伊拉克和阿富汗 这俩不中用的小国 就花了十万亿 而作为南美第二大军事强国的阿根廷 他打得起吗 中国对亚太地区的供应链控制权 军事力量只是辅助 真正的顶梁柱是产业链本身 极以不可替代性来达到掌舵的目的 无招胜有招 这是美国在美洲完不成的目标 产业建设依赖重化工业保障原材料提炼 依赖水电资源保障生产 依赖交通网络保障物流运输 依赖销售市场保障供应循环 当然美国还有中情局的传统技艺 搞阴谋诡计把亲美派送上天 但拉美作义的集体回归 就说明了这种套路不长久 因为美国没法给予一些可持续发展的东西 给亲美派 八年前 奥巴马用栽赃嫁祸的手段 把阿根廷总统克里斯蒂娜赶下台去 但尤其亲手扶持上位的马克里 在四年执政期间 阿根廷经历了本世纪最大的经济衰退 GDP从最高峰的6436亿美元暴跌 至4496亿美元 两年时间蒸发1940亿美元 萎缩近30%左右 可谓是人神共愤 最后还不是被人民用选票给踢下去了 巴西更夸张 南美版特朗普被赶走后 人民又把美国最痛恨的前总统卢拉 给选上来了 这说明什么 军事暴力汉政刻意 汉政治加难 汉民意归心更难 中国与阿根廷的合作注定不会失败 因为大势所趋 就像躺壁挡车 逆势而为的美国 注定不会成功一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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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